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圣经生命剧呢 第一章三十节告诉我们说 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 你们的神必为你们战争 真如他在埃及和匡野 在你们的眼前所行的一样 你们在匡野所行的路上 也曾见耶和华 你们的神 抚养你们 如何人抚养儿子一般 这等你们来到这地方 你们在这世上 切不信耶和华 你们的神 他在路上 在你们的前面行 为你们找安允的地方 夜间在火柱里 热间在银柱里 只是你们所当行的路 感谢主 好 我们就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的话 也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 陪伴着我们 帮助我们 也求你恩高你不配的仆人 这样我们大家讲的 听的都可以得到照旧 奉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来看看 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 神背着我们 抚养我们 这不就像养一孩子的母亲吗 就如同母亲背着孩子在路上走 当孩子哭闹时 他就抱起来 孩子在怀里喂奶 像母亲这样 背着抱着养一孩子般 我们在世上生活时 神也是这样的 背着抱着我们 步行过旷野 使我们能成功递上了天堂 所以今天很多人说 牧师啊 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 耶稣在哪儿 我们也看见他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相信是凭着信心 而不是眼见 所以我们怎么相信呢 就是相信神的话语 相信神的话语呢 会帮助我们成功的 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生命 成为世界的光 世界的眼 因此呢 信主的人是特别的人 不是靠自己的手段和方法来行事或背着重担 乃是仰望神 把事情和重担都交着 托给神 神就背着我们做事 被我们的重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基督徒信靠神的人 在世上呢 看来呢 是非常特别的 为什么特别呢 因为神很爱我们 祂将我们有机会呢 可以仰望祂 让我们有机会呢 可以看到神级 想告诉你一个故事 很出名的这个穆迪牧斯 他应该是19世纪最出名的一个讲道师 有一次呢 企业家们来找他 跟他说 牧师啊 要同时喂饱并教育3000个孤儿 相当的辛苦 我们这几个企业家 每个月要奉献固定的金额 请你用那笔钱来照顾孩子吧 穆迪牧师呢 非常说 他说非常的感谢各位的诚意 但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我有一位长辈呢 照顾我 他们相当的惊讶说 那位长辈到底是谁 他每个月如何能奸这么多钱呢 我的长辈就是这位 创造天地望我的上帝 无论我祷告祈求什么 他都引引我的 这个教授目的祷告室里 贴住了几个斗大的字 耶和华一律的神为我们议备 他因着跪在神的面前祷告 一生中的祷告得了五万次的盈允 为饱并教育了3000位孤儿 他从不曾请人支持他们 总是依靠耶和华 以这位议备的神来向他祷告 圣经说 神为爱他的人所议备的 是眼睛微尘看见 耳朵微尘听见 人心微尘想到的 所以耶稣在万世以前 已经为爱他的人 议备好奇妙的事 所以只要我们依靠神 神是灼热 静热 直到永远 背着我们 为我们行事 并且背负我们的重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是在很多 忧虑烦恼中的生活里面 不是印度尼西亚 也不是亚洲 是全球 全世界 记得我们的耶稣说 我是创造世界 宇宙的主宰 耶稣很了解 我们的处境 所以今天 只要我们依靠他 只要我们 明白一件事情 我需要耶稣来背着我 好像小时候 我妈妈拥抱着我 背着我 那我们就不怕 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不怕 会遭遇到什么的困难 因为耶稣 背着我们的生命 今天无论这个 新冠肺炎 怎么样的厉害也好 来到了我们人间 我们只要静默的 依靠耶稣 明白一件事情 阿爸父啊 我是你的儿女 请你拥抱我吧 我相信主耶稣 一定会保护你的 只要你悔改 接受耶稣成为救主 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 奉耶稣的名受洗 过着圣洁的生活 你就会看到神迹 倘若你信了耶稣 但是一年只去教堂 两次 就是复活节 圣诞节 那你赶快的悔改 来到主的脚前 告诉主耶稣 主啊 求你保护我 背着我的生命吧 我需要你的帮助 他一定会帮助你的 他的爱 是永远长存 他的爱 是肠阔高深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今天的话语 这么鼓励我们 让我们明白 主啊 你是背着我们的阿爸父 你是爱我们的天父 谢谢你主耶稣 求你圣灵 带你着我们 以我们同在 祝福我们 也祝福我们 这个印度尼西亚 这个印度尼西亚 这个国家 希望我们 很快的 看到了这个疾病 过气 然后我求你给那些 医生 父士们 身体健康 让他们有智慧 可以拯救 可以帮助很多病人 也求你给那些博士 在寻找这个药方的医生们 硕士们 博士们 让他们有智慧 可以寻找这个药方 可以救很多人 我们感谢你 我们默默的带告 永远在我左右 我会不去怕 靠着你的圣灵 你的移许 我永远不放弃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 我并不去怕 是那谁能向你 持生持荣 歌颂各位 是心 是 是 那谁能向你 持生持荣 歌颂各位 是心 是